G20具备超级处巡航能力不令人意外 未来该机还有可能拥有超级巡航能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杨少 对于一款要适应未来作战环境的隐身战斗机而言 隐身性能 机动性能 态势 感知能力和超级处巡航能力哪个更重要呢 如果让美国军方的人士来说 那么他们会认为隐身性能 超机动和超音速巡航能力更重要 那是因为该国的主力战机F22的态势感知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F22猛禽的作战半径过短的缺陷也非常突出 如果提到F35那么美国人又会说态势感知能力更重要 因为该机在其他方面的能力都不突出 要是你问G20的哪项能力更重要 那么答案是都重要 都突出 而且G20尤其是一款偏爱超音速空战的机型 其超音速巡航能力又显得非常重要 甚至未来有可能追求超级巡航能力 在前阵刚刚结束的联合利剑演习中 东部战区的宣传文案中就首次提到了 G20可以轻松实现超音速巡航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考虑到东部战区现在列装的G20 不可能是换装了涡战15的皮词 因此其内涵又是非常丰富的 这几乎就等于说配装俄制发动机的G20 以及配装了国产涡战10系列发动机的G20 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只不过其超音速巡航速度要低一些罢了 而配装了涡战10系列发动机的G20 已经是一款合格的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隐身战斗机了 而一旦这款战机配备了涡战15 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具备超级巡航能力的隐身战斗机 我们再回想一下G20飞行员所说的 一旦进入超音速就是我们的天下 几乎就能证明该机所塑造的空战样式 对超音速巡航能力以及超音速机动能力的依赖 这样领带动力装置相对落后的时候 为什么就能够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呢 这当然与其优异的气动设计有关 该机采用的是压抑加边条的气动布局 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最大升力气 而气场的机身又使其超音速升足比 大大优于F22这种采用后尾式布局的飞机 这就决定了该机在配备涡战10发动机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就已经具备了在万米高空 不开加力时实现超音速1.5倍的目标 那么一旦贯装了推动比更高的涡战15 那么这个巡航速度就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有人推测 该机的超音速巡航速度有可能达到音速的1.8倍 甚至2倍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就完全可以将该机称之为拥有超级巡航能力 据外界推测 涡战15目前拥有18000公斤以上的推力 推动比超过10 再结合歼20的气动优势 这种小含头比的发动机 目前就可以赋予歼20获得1.8马赫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如果经过改造升级 涡战15的最大推力能够达到2万公斤 那么最终获得2马赫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并非不可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 江二龄为什么一定要在超音速巡航这件事上发力了 答案是 这种能力将决定未来空战的胜负 其一 未来的隐身战机之间的空战 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所在 不会轻易打开有缘向飞达 因此发现对方的目标 取决于红外探测设备的能力 而一架战斗机在空战时 是否会打开加力飞行 又决定着被探测的距离 不开加力的超音速飞行 可以将对方红外设备的探测距离 压缩1分之1至2分之2 而这个战术意义是非常大的 其二 江二龄的超音速巡航速度 如果真的能够达到音速的1.8倍至2倍 那么赋予空空导弹的初始动能就更强 从而可以极大的提升霹雳15的射程 并且压缩对手的不可逃遇区 美国的测试数据显示 发射普通的超速度空空导弹 如果载机是处于超音速巡航状态 那么对手的可逃遇距离将减少35公里 如果江二龄获得了超级巡航能力 那么再加上霹雳15原本就拥有的超远距射程优势 那么中国战斗机对空中目标的打击能力 又将上一个台阶 其三 江二龄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还有可能大幅度压缩对方空空导弹的有效打击范围 美国那边的测试结果也证明 尾追攻击超音速巡航的战斗机 实际命中率将降到个位数 因此在YF-22和YF-23竞标之时 两者都把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当成卖点 如果你要问江二龄未来怎么打空战 大概率就是以超音速巡航的速度进入战区 雷达保持经过 利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发现对手 先提开火 让敌方几乎没有办法逃逸 对美国来说 F-22虽然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 但是只能持续20分钟 其超音速巡航速度也只能维持1.4至1.6马赫 但是F-22并没有配备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分布式孔径系统 它不开雷达就很难发现金二龄 而开雷达又会先暴露自己 因此在隐身对手空战时 往往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F-35作为美军现在的主力战机 由于发动机的寒岛比太大 机身太粗 因此它的超音速飞行能力很差 更别提超音速巡航能力了 这是一款以亚云术空战为主的机型 由此可见 配备了涡三十五的歼20 有更加强大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甚至是超级巡航能力 将在地球表面处于无敌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 该机已经成为了一款四代半的隐身战斗机 超过F-22和F-35半代 第一次は x035我โ лог informação o 3 2